東京一向是潮流的指標 來到東京當然是吃最新玩最潮的了 有沒有想過只要在東京乘40分鐘火車 就可以穿越回江戶時代 感受一下200年前的日本風味呢? 穿越Kawagoe至江戶時代 就是繁華的夏丁有小江戶之稱 市內的歷史建築文化財產 是關東地方僅次於兼聰市和日光市 今次請各位同學 陪Sensei一起去穿越小江戶 由東京去穿越總共有三條路線 Sensei今次選了東武東上線 還買了外國人限定的 穿越Discount Pass Premium 不單可以全日任搭 東武東上線的火車和巴士 去到穿越還有很多店舖優惠 輕輕鬆鬆來到穿越 一出車站認住這個Adler 然後落樓梯去到巴士站 搭1號或2號巴士 不用20分鐘便會來到江戶時代 來到穿越第一件事 一定是來這間古風Starbucks 喝杯咖啡打卡 這間在中塔時之中隔離的和風Starbucks 是一百年三月十九日開幕的 外觀內圍都用了棋肉原產的柵木來興建 裝修飾正好自然光特別舒服 來到江戶當然要換一套和服入鄉隨俗 這間美美鵪都算是這頭 性價比至高的和服店 一個人百五元就幫你穿和服 設頭 穿著漂亮和服玩到五點 一早來就可以玩了六個小時 這裡不單止充滿江戶時代的藏造建築 還有很多賣懷舊的雜貨古董店 相比於京都的優雅 這裡更加有夏丁的味道 想進一步感覺一下夏丁的風情 就要來到這條果子屋環丁 這條街自明治年代已經是糖果零食街 有很多超和的懷舊糖果泰果子店 這些有檸檬糖送的玩具 小小看得多了 這隻專名原來要配梅子醬來吃 真是長知識 穿越以前是盛產番薯的地方 現在就變成番薯的加工地 在這裡有很多番薯的小食 今次先生就推介兩款給大家 一間翠善亭 樓上是餐廳 樓下就是賣這款三角形的番薯小食 胡太郎 好像在吃超濃密的烏番薯一樣 新鮮出爐趁熱吃 秋冬季真是沒得輸的 這間果醬右門 拿著穿越Discount Pass 來買這裡的胡亂 還有優惠 番薯蓉加上北海道紅豆餡 再用珊瑚加糯米搓成薄皮 蒸成饅頭仔 咬下去煙韌 吃下去都挺清甜的 這個掃街小食實在太多了 吃飯前都是忍不住掃了一串 備製味增燒雞 味增甜甜的有多惹味 村越人就經常吃鰻魚 這裡很多鰻魚店都是百年老字號 這次來這間Unako 前身是做番薯飯起家 這裡最出名的就是番薯鰻魚飯 鰻魚燒得很香 沒有細骨 配上香甜的番薯 想不到會是這麼合適的 少女們來到村越 一定不可以錯過這一載 以求恩緣聞名的村越冰川神社 裡面還有很多很有趣的戀愛護身符 有紅線鉛筆 還有這個好拼的Idae 鰻魚戀愛籤 記住紅色是用來求平安 粉紅色和白色才是用來求恩緣 這裡還有聽說超靈驗的許願繪馬鎮 加上這個風靈鎮一定心想事成 不明白嗎? 東京一向是潮流的指標 說明是潮流指標 又怎會玩一閘就走 去完古代的日本 今次就一齊來征服東京晴空塔 TOKYO SKY TREE 東京晴空塔是全世界最高的電波塔 還是一座全天候的商業中心 有辦公室、展覽場地、商場、餐廳、博物館、水族館 要一口氣說完都差點喘氣 要拍到最完美的東京晴空塔 酒店就一定要選和Sky TREE 搶一個站的Tobu Hotel Levant Tokyo 它不單是東京晴空塔三大官方酒店之一 還是距離TOKYO SKY TREE最近的酒店 都未算了 酒店頂層24樓的高級餐廳 嚴重不得了 邊看美景邊享受這裏 最受歡迎的和洋節粗會直套餐 既有新鮮刺身海鮮 還有大廚精製的和牛牛扒 甜品還有12款 又有雪糕又有布甸 還無限添食 會不會太完美 飲飽吃醉又休息 讓SENCER推介一下東京晴空塔的五大必到景點 第一站就是大人小孩都喜歡的麥田水族館 這一座是關東地區第一座使用全人工海水的水族館 最搶眼的就是這個無疑自然遺產 小粒圓群島的海底景色大魚缸 一場來到千萬不要錯過企鵝位置時間 每天的1點半和4點時段 就可以看到整班企鵝圍著等開飯的QQ樣 臨走記得去水族館精品店 還可以帶其我仔回香港 第二站就來到這間CHEES GARDEN 這隻黃色御用的芝士蛋糕真是紅到一個點 吃完堂食當然要順便在旁邊買個拿獎的芝士蛋糕 回香港做手信 又要遇上半個行李結放手信 說到手信 東京晴空塔1至4樓都是購物天堂 這裏集齊了來自日本不同地方的特色手信 第三站要介紹的就是這間原置沖繩的食鹽專門店鹽屋 這裏除了有漂亮的沖繩海鹽 還有超過360種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味道的調味鹽 最受歡迎的這隻沙律調味鹽 是橄欖油加醋和香草混合而成 就這樣加沙律食又可以 醃肉亦可以 有了它烹飪白癡都變成專家 說到肚子我又是時候吃個午餐 東京Skytree這麼多餐廳 為何要選擇這麼多人來排隊呢 這間回轉壽司叫Toleton 原來是北海道相當出名的回轉壽司店 分店通通都在北海道 此外只有東京池台和晴空塔才有分店 每天空運的北海道新鮮海鮮當然 不過Sensee最推介這個 時令滋味三重食 50元都不用就可以吃到 靚靚吞拿魚和甜蝦真心底 還有這款奢似杜爆的蝦膏軍艦 不說那麼多了 想品嘗有多好味 你們自己過來試試吧 最後要介紹的就是這個 電視台官方商店Tree Village 剛才都說過了 Tokyo Skytree是一個電波塔 日本電視台 朝日電視台 東京電視台 TBS電視台 和富士電視台 都要靠它來傳送電波 這間電視台的官方商店 正正是買這五間電視台的精品 你看你看 還有富士電視台的員工食堂拉麵 島邊植味的麵豬頓蛋糕 連這期最紅的大叔丁愛精品 都放到整季都是 還有很多很多日劇精品 簡直是動畫和日劇迷的天堂 各位同學來到Skytree 記住MARK實這裡來朝星 看完Sense的介紹 同學們是否都很想獨佔東京晴空塔呢 現在就是好機會了 只要去淺草東京晴空塔城 日光穿越池代這個Facebook專頁 參加獨佔東京晴空塔攝影比賽 就有機會贏得東京晴空塔30分鐘 免費包場 東京商人來回機票和酒店住宿 12月31日就截止了 記住把握機會了 今次就和各位玩到這裡了 下次再和Sense一齊去日本 到處吃到處玩吧 下次見 またね 下集見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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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